菲華文京總會消防研習營同學會 在馬尼拉市華人區自由大廈的中正堂 慶祝成立三週年 繼第八題次消防訓練班學員宣誓入會 及受證儀式 包括菲律賓國防部民防辦公室行政官 哈拉特次長和馬尼拉都會區消防總局 副總局長紀亞布中校都到場祝賀 場面盛大熱鬧 來自全非各地約兩百位菲華打火兄弟 陸續抵達自由大廈中正堂 細細欣賞現場佈置 易小門八年來到南投竹山 消防署訓練中心受訓的回顧照片 在全體合唱中華民國國歌後 菲華文京總會消防研習營同學會 慶祝成立三週年 繼第八題次消防訓練班學員入會 及受證儀式正式開始 包括菲律賓國防部 民防辦公室行政官哈拉特次長 和馬尼拉都會區消防總局副總局長 分享傳授給其他打火兄弟 哈拉特次長也讚揚菲華義勇消防隊 在菲國救災工作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但自行購置消防車 救護車與救災裝備 還輪班24小時待命 全力支援菲國消防隊各項工作 監視員薛武強也感謝 也感謝僑委會內政部消防署 助菲代表處與菲華文京總會 安排菲華達火兄弟到台灣受訓 希望訓練能持續舉辦 今天是很幸運是 我們菲華消防董獲會 慶祝三十年 還有甚至我們第八次 今年消防隊第八度 到台灣訓練 很豪遊 要加立這個董獲會 我們要感謝菲華文京總會 我們的教部委員會 投入這個很好的機會 慧中也向與慧人士介紹 同學慧吉祥物小巷 史諾皮隊長 並頒贈感謝獎牌 給紀雅固中校 和哈拉特次長等人 大家最期待的摩采活動 精美獎品 包括多樣救災裝備 每位被抽中的幸運兒 都歡喜上台領獎 也為活動增添溫馨氣氛 台灣宏觀電視 王永昕 菲律賓馬尼拉市 採訪報導